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空变化 大到至简、财富加免 大家好,我是JB Crypto的助手 当前位置应该怎么操作 赚钱的机会又在哪边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JB Crypto的视频 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 加入我们的社群 一些最关键及时的分析和服务都在里面 包括DC、电报群都是免费的 只要点击连结就能加入 简单介绍一下DC提供的内容 包括一些每日的市场行情及时分析 以及我们的自动化电话跟单服务 还有我们的指标 以及讯号的服务 一切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只要你点击连结 使用我们的邀请码 注册入金就可以了 好,现在的时间是7月20号的3点40 下午3点40 那就来看一下盘面 那我再重申一次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JB Crypto的频道是在做关于技术分析的部分 所以我会先以最客观的市场分析 去提供给大家 以做大家去做判断 影片前半段 然后影片后半段的话 我也会以我自己私心 接下来会讲做的操作 去讲解给大家做参考这样 好,那我今天在影片里面的内容想要讲的是 我想要分成两部分 就是分成多头跟空头来讲 分开来讲 那我先以多头的部分来讲 以多头的部分来讲 多头的部分的话 自从我们7月14号这一波下跌之后 这一波突破 产生突破测试讯号 并且伴随而来一个市场下跌 那那时候我在盛询跟大家讲说 请大家关注说 现在市场价格是否能被我们这个支撑区 以及我们这个通道 通道结构的下缘处所支撑 那经过这两天的测试 经过这两天的底部测试 确实有撑住 从哪里来看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市场价格在我们的盘面上 产生了一个三底结构 这些迹象都是 对于多方的是一个还不错 是一个蛮支持的论证的 是一个蛮 对多方蛮支持的论证在 好 这是for多方 所以如果是for多方的话 如果突破这个颈线 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操作 是可以做一个操作 好 多方的部分就先讲到这里的位置 那我今天想要讲的是 是空头 空头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空头 好 那我们回到3日K 3日K的部分的话 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其实之前都有讲过 前几部影片都有讲过 我再跟那些没说明到的朋友讲一下 在从我们五月四五月的时候开始的 这一波市场下跌 而市场来了一波市场回调嘛 那随之后来经过的 一波又一波的回调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一浪 二浪 跟三浪嘛 那我们目前是停留在我们三浪的三头上 是在我三浪的三头上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三浪的三头上 可以发现说 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上影线 是不是比我们的下影线还来得长 虽然刚才其实还好 可是日渐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空头的强势程度是不是 越加强势 所以从这个论证来讲 可以发现我们的空头的力量 其实是不容小覷的 是不容小覷的 好 然后再来我想要讲的是 如果 这个是我假设 如果多头的强度够强的话 我们的 我们的三头 势必会比我们前一浪的三头 还来得高嘛 这是我们的一浪 我们的二浪 我们第二浪的三头 是不是比我们的一浪的三头 还来得高 对不对 这个都是所谓多头强势的表现 那 我们会发现我们第三浪啊 我们第三浪 目前的三头 并还未比我们第二浪的三头还高 并未哦 那其实市场有曾经 有针对这个三头去做突破过 有针对我们第二三的三头去做突破过 但是 那就是我们7月14号那天嘛 7月14号那天 但是市场 却被市场所压制了嘛 对 好 这些都是for空头的部分 空头的压制力 那 接下来是回到周线 想要讲的是周线 周线的话其实更明显了嘛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在收线上 是 随着时间推移会日渐 减少嘛 上一线日渐增加嘛 日渐增加 都比上一线还来得长很多 所以这些都是 对于空头来讲的强势 对于空头来讲的强势 好 那在周线想要讲另外的东西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一浪 二浪 跟三浪吗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在这几浪的推移下 呃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交易量 交易量 我们常常说的交易十个要素 我其实之前影片讲的蛮多次 十个要素 因为这个十个要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波形卫军量 强切撑压背 他们是依照他们的重要度去做排序的 那波形卫军量的量 波形卫军量的量 就是所谓的交易量的意思 所以 交易量在市场上 在市场交易上是占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地位 是不容小觑的地位 所以一定要紧加参考 是一定要 紧记参考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在我们这一浪 随着每一浪的推移 每一浪的推移 我们的交易量啊 是日渐减少 是日渐减少 是一个日渐减少的情况下 那 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量 其实对交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可参考性 是一个可参考性 没有量 那个价是完全没有参考性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量日渐减少 日渐视为的情况下 其实也是对一个空头的有利 是对一个空头的有利 对 然后是对多头的不利 OK 好 那以上是针对空头的论述 对空头论述 让我们回到短周期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简短快速讲完 多头跟空头 的市场客观分析 市场客观分析 以及市场的客观指标分析 好 那接下来就是 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自己事先会怎么操作 那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保守 我 呃 因为我真的还是蛮奉行 我刚刚讲的那个十大要素 波形位置量 强切成压背 那第一个波呢 就是最重要的 波 就是 呃 是嘛 就是顺势而为的那个 波其实就是顺势而为的那个行为 那我这个人会比较偏向是做 以顺势而为来做操作 所以刚刚讲的 我其实大多都是 还是以空头为主 还是以空头为主 所以 顺势而为的话 我会做一个空单的动作 我会去 我也是想要做个空单动作 那如果是要以做空单为主的话 我会开在哪里呢 我可以想 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 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最保守的朋友们 呃 如果当价格回调到上原处 那其实这里都会是很好的开单的机会 很好开单的机会 但我觉得很难啊 很难 欸 欸 回调 不好意思 回调到这里还行 回调到这里的机会还行 是回调到 之前讲过3180的部分是蛮难的 蛮难的 OK 那这个 之后再说 明天再说 那 如果 如果怕等不到回到这里的朋友们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个 也是有可能回调到的机会 就是这波市场下跌的0.382的位置 0.382的位置 差不多30420的部分 30420的部分 然后也会刚好是 这一波 盘整 筹码区 的部分 即使它的量没有到很多 即使它的量没有到很多 那主要还是以菲波娜契去做 去做 呃 695的地方去做个空单的节路 好 那以上是 针对空头的部分 我想要再讲一下 如果真的想要确立空头的行情产生了 它势必一定要跌破 29417的这个部分 29417的部分 一定要跌破 这个点位 才算是空头的行情确立 空头的行情确立 不然目前是 仍在 目前仍仍 仍还是在 盘整的结构当中的 好 那讲完空头的操作 接下来要讲 多头的操作 多头要怎么操作 那我会建议 多头是要否那些 比较激进的朋友 比较激进的朋友 因为毕竟这个是 跟 呃 并没有顺势而为 是 并没有顺势而为的 好 那其实 短期上的话 你其实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左侧开多了 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左侧开多 毕竟已经 3D形态已经形成了嘛 那 你左侧开多 然后在等的是什么 在等突破这个 颈线嘛 突破这个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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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想要 右侧开多了的朋友 右侧开多的朋友 你可以等他 突破之后 呃 再做个回调 去做个回撤 针对这个 呃 看有没有可能 之主互换 之主互换 去做个开多的动作 再做个开多 那 我刚刚讲的是 针对 做多的朋友 是比较偏激进的操作 那其实我自己私心还是 私心 呃 我会比较偏向是做 空围住 所以顺势而为嘛 对 那以上是 我针对做多的部分 去做一个操作的表态 好 那差不多 操作的部分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 就先到这里 应该没什么特别好好讲的 对 好 那 讲到这边 喜欢按赞订阅小铃铛 对 JB明天就回来了 明天晚上回来 明天晚上就回来了 对 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啊 或回馈啊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都会一个一个看 然后都会一个一个回复你们的 对 那 祝福各位交易顺利 祝福各位交易顺利 也祝福各位 试试评啊 每天顺利 每天顺利 好 那今天影片就 差不多就先到这里 就先到这里 那就 下次见 明天见 拜拜